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王家卫做剧本的三年时间里边 得到了那个已经远远的 是超过了写一个剧本 为什么写小说 写小说就是为我当导演做些准备 就是一个内功修炼极高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人 我二大爷李宗盛 他那个北方行李宗盛的敌传 他自己本身是民国时候的核心的阶层 可是胡亥亚先生的这个积远 我开始慢慢地掌握民国武林的细节越来越多 开始 以一个武术的这么一个角度切入元素 更多地展现的是 在那个时代的一个风貌 他是以写这种物学小说著称的 包括武侠电影 他心中有他自己的武侠的世界 我干那么多东西 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当电视导演 电视导演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能够发觉一个别人没有和我独有的题材 来了很久 没跟天津的高手教练过 小说设复到电影的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把拳斗改成写的 来 我的舞台团队和港式 舞台团队最大的区别 他们是个武打的 我的招呼都是非常凶点的 静静力的部队 神经一交错一打 刀致命的一刀就有了 他也是一个写实的一个风格 拍摄整个电影 既然你们辗转流传过去的问题 我们在电影里取得这么大的声势 我把这个工作上的电影拿出来 来看看会是什么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